安妮塔的童话饗宴在Spotify和First Story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浊水溪是我们台湾最长的河流 因为河水湍急,颜色浑浊,所以取名叫浊水溪 可是在很久以前,浊水溪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既清澈又干净 附近的人都叫它清水溪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 今天,安妮塔老师就准备了这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浊水溪的由来》 很久以前,在这条溪水旁边住着一名强壮、勇敢的年轻人 叫做索亚 她的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 因此,她一个人独自耕田生活 有一天,索亚站在耕田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凶猛的野狗叼着一只白兔从旁边跑去 索亚看到那只白兔受伤了 眼神充满了绝望的神情 便举起锄头赶跑了野狗,救了白兔 索亚把白兔带回家 帮它在伤口上擦药,用心地照顾着 过没多久,白兔恢复了健康 索亚便将白兔放回了田野 过了几天,索亚做完田野的工作回到家时 发现居然有一名美丽的白衣少女正在家里打扫 少女一见到索亚,温柔地说 晚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 索亚紧张地说 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 少女回答 你前几天救的那只白兔 其实是我的母亲 谢谢您细心照料我的母亲 所以我是特地来报答您的 虽然有点让人难以相信 但是索亚看到少女这么坚持地想要报恩 便让少女留在家里帮她洗衣做饭 相处了一阵子之后 索亚与少女渐渐产生了感情 就结了婚,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索亚在田野工作了一整天 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家 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 索亚着急地在附近大喊着 突然,有一名同样穿着白衣的妇人叫住了索亚 年轻人,我是你之前救的那只白兔 我的女儿被住在清水溪对岸的那只野狗王抓走了 索亚大声地说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救它 普通人是没办法追上它们的 你穿上这双草鞋,它会让你跑得像风一样快 索亚赶紧穿上草鞋 果然就像风一样,一眨眼就跑到了清水溪旁 但是索亚没有船,溪上也没有桥 根本没办法度过宽广的溪流 幸好,她在山脚找到了两条粗大的藤蔓 正好可以跨过河岸 于是,她便攀着两条藤蔓渡过清水溪 到了对岸,索亚看到一位背着竹篓的老先生 跌坐在泥水坑里爬不出来 虽然,索亚想赶快去救妻子 但是看到老先生狼狈的样子实在不忍心 于是,便跨进泥水坑将老先生救了出来 老先生说 你果然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你的妻子被关在前面山脚下的石头屋里 你背着我的竹篓 再带着这把斧头去救她吧 索亚匆忙地向老先生道谢后 背起竹篓,拿起斧头 依照老先生说的,她很快就找到了石头屋 但石头屋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索亚便用力拿起斧头往门上砍去 坚固的石门居然立刻裂了一个大洞 索亚进到屋里 看到妻子缩在墙角,没有其他人看守 她赶紧上前抱住妻子说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索亚将妻子放进竹篓 背着她往西边跑去 到了西边,索亚攀着藤蔓飞快地爬回对岸 就在这个时候,野狗们追了过来 他们也跟着爬上藤蔓 野狗王生气地说 被我抓到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索亚着急地爬到对岸后 看到野狗们也已经爬到了溪水的中间 索亚灵机一动,举起斧头就朝藤蔓砍下去 但是藤蔓实在太坚韧了 居然只将藤蔓砍出一个小缺口 索亚拼命地砍着 握着斧头的双手都磨出了鲜血 攀在藤蔓上的野狗开始害怕了 他们紧紧抓着藤蔓,哀愁地说 哎呀,别砍了,不要再砍了 我们不抓你了,快住手啊 索亚犹豫了一会儿 一抬头看到野狗王的眼神依然十分凶肯 便决定再次挥起斧头 终于藤蔓砍断了 只听见几声惨叫 野狗们全部摔进了溪流之中 索亚这才放下斧头 和妻子牵着手站在溪边 看着野狗们在水中挣扎 一直到被溪水冲走,消失不见 妻子惊讶地指着溪水说 你看,他们不断地挣扎 把溪水都搅得混浊了 索亚说 看来这里以后不能叫清水溪 要改叫浊水溪了 就这样,清水溪变成了浊水溪 而索亚与他的妻子 则继续过着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 各位小朋友们 没想到浊水溪名字的由来 居然是这样的故事 是不是很特别呢 其实,在台湾还有很多特别的由来 安妮塔老师下次再说给你们听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